上集讲到韩信在锦形之战歼灭赵军主力 陈渝在止水之上兵败生死 赵王歇也被汉军追杀至湘国 根据附近宽城列传记载 身在行阳的刘邦也发兵北上攻赵 先后攻下昭哥、安阳、邯郸 最后在湘国与韩信会师 赵王歇因此生死国灭 之后刘邦又重新回到行阳 韩信则继续平定赵国的长山巨鹿等郡 初步平定了赵代两国后 韩信接下来的目标则是北方最后一个诸侯国 燕国 当汉军追杀掉赵王歇后 韩信则在军中下令要活捉李佐居 并声明说有身德者赏千金 于是手下军士们便活捉了李佐居 将他绑至韩信帐前 韩信则亲自为李佐居松绑 让他面朝东欧座 把他当作老师来对待 并向他讨教下燕之策 李佐居起初推辞说 自己作为败军之将没资格来谋划大事 韩信则说 您被我俘虏只是因为陈瑜不接受您的计策罢了 如果陈瑜采纳了您的计策 那么像我韩信这样的人也早就被俘虏了 所以现在我全心全意的听从您的计策 希望您不要推辞 于是李佐居就分析了现在北方的局势 认为汉军的士兵实际上已经极其疲惫 很难再用他们继续去攻打燕国 这里up个人也同意李佐居的说法 因为韩信从8月出兵乏位到10月击败赵军 先后击破魏国代国赵国 转战千里灭三国 这样标饼的攻击实际上只用了韩信一个多月时间 这个效率已经很惊人了 但同时因为高强度的作战奔走 士兵们已经疲惫至极 而且燕国城池防守兼顾 强行去攻打很难一鼓而下 如果进入乡齿战对韩信很不利 因为他的粮食会很快耗尽 于是韩信便问应该怎么办 李佐居则说应该一面修整备战 养精蓄励 安抚赵国百姓 一面以大军镜压燕国边境 假意摆出要进攻燕国的态势 同时派一名说客向燕国炫耀自己的军力和长处 这样燕国必定会顺服 于是韩信听从李佐居的计策 派使者处使燕国 燕国听闻消息后立即归降了汉军 韩信兵不选任收服燕国后 马上派人回报刘邦并请求封张敖为赵王 刘邦答应了韩信的请求 这期间楚国多次派突击队渡过黄河北上袭击赵国 韩信张敖在之后近一年时间内 主要就是在黄河以北抵御储君进攻 顺便平定一些赵国还未投降的城池 这里再回到刘邦的视角 就在韩信在北方如鱼得水 所向披靡之时 刘邦在这段时间的日子就过得很惨了 这里先说明一下刘邦的部署情况 刘邦主力驻守在行阳 韩王信和陈平凡快等守广武 秦部守陈高 王林守南阳 彭越令帅三万人驻守在蒲阳一带 另外说明一下在秦汉时代 在敖昌以北 大致在河内这块地区 自殷商以来就是粮食生产之地 而当时关内已经发生饥荒 所以河内成了行阳军队的主要粮食来源 这些粮食主要是通过连接行阳和敖昌的永道来运输 到了楚汉三年12月 项羽开始大举进攻新阳 首先做的就是数次袭击破坏汉军在敖昌的运梁涌道 导致汉军粮食短缺 刘邦于是就和利益机谋划如何削弱楚国的实力 利益机劝刘邦重新服力六国的后裔 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对您感恩戴德 项羽也会不得不连任敖昌 刘邦听了立刻说 好赶快去克制应洗 你就可以带上他出使各国了 当时利益机还没启程 张良刚好从外面回来夜见刘邦 刘邦当时在吃饭 于是把利益机的计策告诉了张良 张良听后大惊对刘邦说 万万不可如此行事 并通过周带的事迹劝见刘邦列举了八个不能这么做的原因 说如果采用利益机的计策 那么大王统一天下的大业就难以实现了 刘邦听了这番话后 嘴里的饭都来不及咽 直接吐了出来 骂利益机说道 这个书带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 于是立即下令销毁那些应息 陈平因为比较清楚楚国的内情 于是刘邦召来陈平商议对付储君的计策 陈平于是献上了著名的离间计 说项羽身边刚正不阿的臣子 不过只有雅富范增 钟离妹 龙居周英这些人 如果大王宁能拿出几万金黄金用于离间 那么楚国的君臣关系就会变得紧张 他们内心也会互相猜忌 而且项羽为人本来就多疑 容易听信谗言 这样一来他们内部必定会自相残杀 我们便有机可乘击败储君 刘邦于是拨给陈平四万金黄金 让他自行使用 不过问使用情况 陈平用这些黄金雇用了许多间谍 到储君进行离间活动 散布留言说 各位将领如钟离妹等人 为项王领兵打仗 功劳卓著著 却终究不能分得一块土地要称王 所以他们便想与汉军联合起来 借此消灭项士 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称王 项羽听闻这个谣言后 果然起了猜忌之心 不再信任钟离妹等人 到了楚汉三年四月 楚君已经在行阳包围了刘邦 汉军形势危急 刘邦于是向项羽请求议和 但范增则劝项羽火速攻打行阳 刘邦对此忧心忡忡 这时正巧项羽派使者前往刘邦那里 陈平则备置了盛大的宴席来迎接楚国使者 陈平见到楚国使者后 就假装诧异的说 我还以为是雅富的使者呢 原来竟是向王的使者 随即撤掉宴席 换上粗猎的饭菜给楚国使者使用 楚国使者回国后 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项羽 项羽果然对范增更加猜忌 范增想加紧攻下行阳城 但项羽因为不信任他 所以不肯听从他的意见 范增得知项羽对自己不信任的态度后 怒气冲冲的说 天下事大体上已有定局了 您自己干吧 妄能准许我辞职回家 于是便踏上归途 但在回家的路上 范增因为背上的毒疮发住而死 至此项羽失去手下最重要的谋事 到了五月 行阳城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储君随时可能破城而入 于是汉军将领寄信对刘邦说 事态紧急 我请求去迷惑一下储君 这样您就可以悄悄的溜出行阳城了 随即由陈平趁着天黑把两千多名妇女放出城东门 储君立即从四面赶来围攻这群妇女 寄信则乘坐汉王的车架 行驶到储君前 说我军粮食已经吃光了 汉王前来起乡 储君于是都高呼万岁 涌到城东观望 刘邦则趁这个机会带领几十七人马从西门出城逃走 用命令汉王信与周科卫报 中宫继续把守新阳 项羽见到寄信后问汉王在哪里 寄信说汉王已经出城了 项羽气得烧死了寄信 而城中的周科和中宫认为卫报这个人 之前背叛汉国反复无常 不能和他一起守城 于是就杀了卫报 刘邦逃出行阳后到达城高 项羽则派兵猛追至城高并攻克 刘邦于是和秦步不得不逃入关中 此次行阳之为刘邦危如雷软 险些被项羽俘虏 至于刘邦逃入关中后 如何挽救行阳的败局 在下期UP将会详细讲述刘邦两次机动作战 配合彭越在楚国后方的游击 使楚汉战争从战略防守阶段 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以上是这期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加优独播剧场上买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